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呢老師非常非常的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呢今天老師要為你們介紹一台 07年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台法拉利 因為呢那一台車其實在過去呢 是所有嘻哈歌手必有的一台 紅色的法拉利 紅色的馬對不對 今天哪一台車 來我們先看一下我們朋友來了沒 聽到聲音了 雖然沒有我們教練的M4那麼大聲對不對 我那個是太吵了 那是太吵了對不對 但是呢來我已經聽到聲音了喔 我們看一下呢他會不會吹一下好不好 哇出現了出現了來來 很故意耶這一位人兄 好帥喔各位先生女士們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李醫師傑夫 What's up Jeff What's up man How you doing man 今天呢Jeff呢跟老師呢就要介紹一下 我07年非常非常的喜歡的一台法拉利 因為呢這一台呢在過去呢 尤其是老師在玩嘻哈的時候 這一台是基本上所有的這種Baller 還有老舌歌手一定都會有的一台法拉利 真的很帥 我們現在就跟著Jeff一起走 Let's go 一坐進來我們Jeff的車子呢 Jeff直接就帶我們上了i-Fi 也就是呢我們的高速公路 現在呢大塞車好不好 不過沒關係 因為今天呢我們要帶你們去轟炸隧道 讓你知道這台車的威力 到底是怎麼的來頭 不過首先 我們聊一下這台車子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我們先講一下Jeff好了 為什麼我常常叫你李醫師 因為我是在Seattle 在Billtown 會牙醫診所 OK 所以你就是牙醫啦 我是牙醫 對 所以我們呢 Jeff其實他是一個Dentist 是一個牙醫 需要找牙醫的話 記得在老師的敘述欄下面呢 可以喔 就是找我們這個Jeff好不好 不過呢原則上 老師今天超級興奮的 為什麼 因為呢其實這台430 在過去是老是一個夢想的法拉利 你看這個聲音 超級好聽好不好 我的天啊 欸講到這一台車的引擎對不對 聽說也是蠻經典的 對啊 它是V8 Natural Aspirator 對自然進氣 自然進氣 自然進氣 現在最近都是Turbo 對 因為是最近那個 Mission的Standard有改變 所以像Turbo的車子 是是是是 所以聲音完全不一樣 NA的Engine呢 引擎聲特別好聽 真的真的非常好聽 而且呢在這一台之後 我記得458也是 也是NA 這最後一代NA 沒錯沒錯 所以呢其實這個聲音 真的是超級超級好聽 那在當年呢 其實430它的這個設計跟造型 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欸講到你這台車子的紅 對不對 其實法拉利的這個有沒有紅色 有分好幾種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大家介紹一下 對啊我這台是經典的Corsa Rosa OK 對啊所以是經典的Ferrari Racing Red 就是Ferrari Red的那個經典紅色 對 裡面是配那個Ten的C 啊 所以Red 10的 combination 經典Ferrari Classic 那講到這個430呢 其實430過去我記得 好像是從05年一直到09年嗎 這個生產年份 對沒錯 05到09 那你之中呢 它這個有沒有 每一年的這個車型 是有什麼樣的改變嗎 還是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它剛開始出來就是Coup 就是配的就是兩門的 對 後來就出Spider 對 對 也就是敞篷 敞篷的就是那個 對 430敞篷的車 對 後來它有出一版的就是Racing的 Scooteria 對 430Scooteria 就等於是360CS 對 還有一台Challenge的Stradale 啊 它就是特別是賽道跑的 Tranversion 對啊 好屌 那台車就是連carp都沒有 就是aluminum的那個 Floorpan 是是是 對對對 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像這台車在當年的retail price MSRP大概是多少錢 MSRP就是23萬 23萬 23萬美金 就是base base price對不對 可是Ferrari它是option 加上去就是蠻驚人的 你要什麼customer 任何東西都是另外加上去 因為法拉利嘛 對不對 那再來我們來講一下 為什麼你喜歡430這台法拉利 我從小就看那台車長大的 就覺得這台車是很經典的 對 而且它的那個造型我覺得是很 很classic Ferrari OK 對啊就很clean 是 它設計是Penna Fenera 它設計的車子 對 對對對 所以就是我很喜歡這個 這個shape 我知道喔430現在慢慢這個價錢 其實也都沒有什麼講 它就在一個地方 對 因為這種車子 Ferrari就是到某種程度的話 都蠻保值的 對 而且它有些車子 某種款式的車子 像它有一個手排的6 6-speed manual 對 那車反而在增值 哇唷 因為它的量很少 因為很多大部分都是e-gear 對 就是我這台是e-gear 它是那種f1的shifting single clutch的e-gear 對對對 可是當時e-gear是個option 是$10,000的option Holy shit 更貴 所以手排原本是比較便宜 哇賽 對 那我問你喔 Jeff 現在430啊 如果二手價大概是在多少 現在看condition車子 mileage 對啊 它可能從 好一點的話 差不多10萬 11萬左右 到差不多 20幾萬都有 它是拿一個版本的 是喔 對對 像scrooteria的話 可能要23都有 20 天啊 那是一台二手的那個e-gear 是 adop Yummy 也是啦 那個價錢 因為它是比較保值 因為ğlu他們滿限量的 還有就是說他的有沒有 那一陣子所有的勞蛇歌手啊 還有籃球員啊 這種職業籃球明星也好 都會幾乎基本上只要有看到 這個法拉利他們都會有這台車 真的是很帥很帥的一台車 Jeff 既然你這台車是Spider 你是不是應該要開篷一下 當然啊 待會炸隧道的時候我們都開 太爽了 特別就是 平行一點的 太爽了 好 既然這台車是敞篷車 不開篷怎麼講得過去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來去開篷一下 Let's go Let's go 好帥喔 我的天啊 來來來 我們現在呢 就直接上去 轟炸隧道 Let's go 來了來了 我們等一下要轟炸隧道了 Let's go 第一個隧道任務完成 等一下還有一個更長的隧道 我們等一下會把它吹得更大聲 第一個隧道任務完成 好啦 轟炸隧道 Part 2 Ready 好 好 噓 哈囉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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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喔 好爽喔 這就是我所說的 Hurari的聲音 沒有其他人 真的 真的完全 我跟你講 講到超跑 其實法拉利的聲音 真的很有他獨特的那種聲音 就像我們Ducati一樣 Ducati有他自己的這種聲音 對不對 好爽 好爽 現在 我們的 Jeff哥 把這個鑰匙借我開 然後我現在呢 就可以真正的體驗一下 他這一台法拉利430的 這一種整體的感覺 我真的好興奮喔 因為呢 就像老師剛剛一直講的齁 其實法拉利430這台車子 我們以前 我那個年代真的是 看到很多的這種 籃球明星也好 或者是老舌歌手也好 他們很多人都開這台 像Kobe Bryant 對不對 LeBron我記得也有開過這台 所以呢 我真的很喜歡 而且他們都開Spider版的 現在就來發動一下 好 這個根本就不用放音樂了對不對 就像我們Jeff說的 這根本就不用放音樂 那我們現在就來感受一下 430的 這個開起來的整體感覺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Oh my gosh 那我們現在呢 是用這個手排 好不好 我們現在是完全用手排 然後 看這個開起來的感覺 到底怎麼一回事 欸其實Jeff我覺得你這台車子 真的 車高也不會很低啊 對不對 對對對 可是還是要小心啊 你下那個什麼斜坡什麼的 真的 那角度要抓好 你有刮到嗎 有時候 有啊 上次不小心有刮到 對啊 很多人給你 拖你的服 我今天才有這樣的風采 不是 感謝您的提拔 不會不會不會 你平常就很多了 沒有 Sport Classic也是一樣啊 也是 真的 很多人會給你 但是女兒 哇 目前開起來好爽喔 這真的是我早期那一種 有沒有 Fantasy Ferrari 所以真的開起來 特別有感覺 而且我覺得這種車子 尤其是這個年代的車子 有一種很獨特的 那一種有沒有 個性 對不對 那種characteristic 那像現在新的法拉利也好 我只是藍寶經理 就開起來就這樣而已 嗯 Kind of feel the same I don't know 它比較raw一點 因為它是e-gear 所以有點像manual stick-ship的感覺 對 它稍微有一點那種 jerky feel 可是那種就是rawness 感覺上比較 我喜歡那種感覺 對啊 我發現你這台車子 07年的車子 你才開兩萬 對啊 太少了吧 沒有啦 We can拿出來開一下 如果少開 我來幫你開就好 Woo Woo See you Woo 好喜歡喔 好啦Jeff 嗯 一萬八 哈哈哈哈 我看 好啦 一萬八一個月啦 一萬八一個月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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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要去哪裡呢 我們要去那個Greenwood的car show 哎唷 Greenwood的car show 你是說一年一度的Greenwood car show嗎 一年一度的Greenwood car show 沒錯 那我們今天是要直接把你這台車撞進去嗎 好啊 去裡面沾染一下也好 也算是經典車吧 對 欸我跟你講 那個Greenwood car show 其實跟我們平常去的那個RTC 是完全不一樣的 哦 RTC它是比較屬於exotic 超跑車對不對 沒錯 但是這個是完全是完全不同風格的一種車劇 非常期待 那我們現在就走吧 好 Let's go 好啦那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今天 Jeff哥 跟我們推薦的這個車劇 這個車劇叫什麼 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Greenwood car show 已經第26年了 26年了 有沒有聽到 而且呢這個car show 其實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把整個Greenwood這條街 全部封街 而且裡面的車子真的是非常的多元 很酷很酷 我們現在就來去看一下現場 到底是怎麼回事 Let's go 哇我們現在呢已經來到了現場 其實說真的 老師每年只要暑假沒有回去的時候 都會來Greenwood 這一個地方這個車劇 一年一度的車劇 帶小朋友來這邊看 他們呢剛好今天呢 Jeff哥呢 直接跟我們就是要 remind一下這個車劇 對不對 真的非常的酷 後面現在有非常多的什麼車子 古典的經典車子 古典的經典車 其實它這個車劇 比較注重於在這種有沒有 收藏價值的車子 collectable 對不對 還有這種美國肌肉車 還有類似什麼 一些Vantage的車 Hot Rod Hot Rod這種車子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來去看一下 走吧 Jeff 講到這種美國老車 你最喜歡哪一種 你有喜歡的款式嗎 我叫Mustang Mustang OK 我前幾天才在那個 The Lock 我們多人去吃飯那裡 有一個Mustang的車劇 全部都是老的 對 但是講到美國老車 其實老師喔 以一個嘻哈頭 對不對 最喜歡的就是那個 Chevy 這個1964年的 Impala 而且要廠房版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改成像這個 Lowrider 非常非常的酷 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其實SS我也很喜歡 對 這台車也非常的漂亮 老師剛剛不是跟大家說 所以我一直在找就是說 一台這個有沒有 Impala 64 這台車子 不過呢現在這邊就有一台65 我們先看一下 來 這個型就是老師最愛的其中一個 美國車款式 真的是非常的正點 為什麼 因為來我們往側邊拍一下 因為這種車子就是 最怎麼講 受歡迎拿來把它改成 Lowrider的一個款式 那現在呢 目前我們看到這台車子 原則上 它就是以那種方式 有沒有Lowrider的方式去做 You can see 它這個前面是可以升起來的 超級超級帥 那其實這種車子呢 它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一定要怎麼講 克制它的這種車子的這種烤漆 原則上你看這些烤漆有沒有 這些烤漆有的很多都是 手工去畫出來的 這一個我看起來 好像是沒有手工的這種塗漆 但是原則上 有沒有這種車子就是要這樣子 才會Flash 才會漂亮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正點 而且這種車子基本上 很多裡到外 有非常多的這種 客製的這種細節 真的是超級超級帥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旁邊 這台橘色的 你如果看到這種橘色的 有沒有這種大輪框 然後呢用老車去改 這就是比較黑人方式的 也就是南方這種 黑人的這種改法 其實呢 他們的改法就是 直接用一台老車 這個是1970年 好的這個Lukas 好像是Tracer這台車子 這個款式的 那原則上呢 你只要分辨 像這種有沒有 鋼絲圈 小輪胎的就是這種 Lowrider的改法 但是這種大鋼圈 打在一台老車上面 就是這種南方黑人的改法 其實兩種改法 都有它非常獨特的風味 我個人覺得都超帥 來 Mini Cooper Fan 對不對 這邊有一排 全部都是Mini Cooper 好不好 這個就是老師剛剛跟你們說的 我最愛最愛的一個美國車款 也就是1964年 64 Impala 這台車子 而且重點這台車子 你看 它其實出現在很多這種 西岸老車歌手的 music video 而且所有西岸的老車歌手 都會常常講到 6-4 Impala 就是這一台車子 我好喜歡喔 Code Com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萬八 又一萬八 又一萬八 一萬八 一萬八 我們李醫師已經講了 買一萬 處理 這不只是這個 是Steamray version 真的真的 非常有收藏的價值 很漂亮很漂亮 裡面還有一台 對面是敞篷版的 看左右兩邊 它exhaust 從左右兩邊出來 敞篷版我們直接 一萬九 你現在去跟那個車主講一下 沒有 少一個頂要一萬七 少一個頂要一萬七 對喔 好啦 再次感謝我們的好朋友 Jeff今天讓我們 這樣子特別拍了一下 他的法拉利430 真的好爽喔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呢 我們今天呢 來到這個Greenwood 一年一度的這種老車展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感謝今天大家的收看 記得夏威夷的同學們 老師這兩天要去夏威夷的 有空我們出來一下 FanMeet好不好 帶老師去遊走一下 支持克林老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吃錢 對 吃錢 吃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